昨天出门了,天气特别好 是陪老人到医院看眼睛 因为疫情的缘故要求比较严格 以前是可以全程陪护的 现在不行,只允许患者入内 陪同人员只能等在外面 所以就在外面转了转 悉尼的眼科医院正好在皇家植物院旁边 记得植物园里有些兰花 正好过去看看现在那些兰花怎么样了 现在是八月初,是冬季的第三个月 最冷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温度挺舒服的现在 刚好也是很久没有出来了 明媚的阳光照着从里到外都觉得暖暖的 虽然走在这里很舒心 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季节不对 大明石湖正含苞待放 还没有开 这就是植物园里大明石湖生活的环境 头顶上有高高的树 树风间还是能过来阳光的 这些大明石湖都种在石头缝里 这会儿大约1点快2点的样子 阳光就直接这么照着 像这样种在靠近地面的位置 我在想它的根应该也是能够接触得到泥土的吧 虽然只是表面的 那种在花盆里的混上一点点沙土 估计也可以吧 回头我试试 我也有两棵 只是到现在还没见到花呢 这是树兰 我还记得这棵 比上次看到的时候长大了不少 多了不少枝条 在这一片兰花的对面 还有一片大花卉兰 也正好不是季节 看上去有很多棵 花都已经卸了 当然也还有花包的 还有一只花 这次是因为等人在这边走一走 随时都有可能一个电话被叫回去 所以抓紧这难得的放风的机会 赶紧在园子里到处逛了逛走了走 当然也随手拍了拍 如果您也正好别在家里不出门 那就随我一起在这儿随便走走吧 这是一片大花卉兰 就直接种在树底下的地上 也有在框里的 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了 去年我是来这儿看过的 我查了一下时间 居然也是八月初 今年的八月初 这片大花卉兰的花 都哪儿去了呢 上次来的时候正盛开着 是今年就没有开呢 还是被捡了做切花了呢 有点奇怪 也没地方去问去 周围都没有人 这片兰花就在沙漠植物园的门口外面 所以旁边就是沙漠植物园 我还到沙漠植物园里面去转了一小圈 悉尼的冬季并不是特别冷 也不下雪 大致上相当于某些地区春季的温度吧 好多的植物也都绿着 开着花 好多的干嘛 小婷子 小婷子 好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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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